5月13号早上 自安监控中心察觉到台电公司内部出现了异常网络活动的警讯 这是WannaCry勒索病毒的入侵造成的首波感染 幸好资讯处立刻有所警觉 在第一时间成立了资通安全事件紧急处理分组 言商应应对策并制作SOP下载修补程式 成功地阻止了灾情的扩大 也给了我们一个自安士兵演练的机会 那当然在很多同仁也牺牲了假期 有的单位在礼拜天就进来 然后就很努力地做了这些动作 那当然很庆幸这个事情并没有再扩大 那到礼拜一之后呢 同仁也都遵照SOP去做处理 最后在大概5月22号的时候 大概所有的这个清查的这个动作还有回报 那我们公司大概这个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 其实都没有受到影响 事实上现今的技术很难完全避免自安事件的发生 就像感冒疫苗总是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预防的概念 避免暴露在风险之中 一直以来资讯处都非常注重自安的宣导 十多年下来也颇具成效 同仁可以在W3的自动安全网络上查询到相关的课程 同时资讯处每个月会发行这个自动安全电子报 同时在台电的网络学院上 我们有很多的自动安全的课程 那同仁可以利用空缴的时间前往阅读学习 第二方面我们要如何提高同仁的使用网络资讯的紧接性 这方面我们是配合上级机关的要求 每年会举办两次的社交工程研练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同仁使用 资讯网络的一些习惯 对不明的这些邮件不要轻易地去开启连结 如何分散风险并借由异常管理 及早发现自安状况 是资讯处长久经营的know how 然而不管拥有多先进的科技 最后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人性 自同安全并不只是资讯单位的工作 而是公司的全体同仁 需要一起学习成长 共同担负的责任 台电公司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稍等一下